哈喽大家好 今天突然有点想吃牛腩了 所以就炖了一锅烂炖牛腩 一定要买这种半斤半肉 还带有一点肥油的牛腩 我家附近只有一家肉店才能买到 那种把筋和油剔的干干净净 只剩瘦肉的牛腩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 其实我小时候是不吃这种带筋又带肥油的肉的 因为我觉得口感很奇怪 但是我奶奶在炖牛腩的时候 一直是用的这个部位 然后我妹妹也一直给我演示 这个牛腩多好吃多好吃 直到我初中的时候 我才开始吃牛腩 然后喜欢上了 再往后一点 甚至连牛油都开始吃了 然后我会觉得 如果炖牛腩的话 没有牛油和牛筋 那么这个牛腩真的是索然无味 这个牛腩的做法 我是跟我姨父学的 我记得非常清楚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有一年放寒假回家过年 在我老家那个非常货旧又昏暗 然后烧柴火的厨房里面 我姨父在准备第二天的团天饭嘛 我在外面慌悠的时候 突然闻到这股非常非常香的味道 然后我就跑到厨房里去 我想看看我姨父在做什么东西 但是那个灯光很暗 我看不清楚 然后我就问我姨父 我说姨爸你在做什么呀 我姨父就跟我说 我在炖烂牛肉啊 我说我现在想尝一块鲜鲜 好香啊 他说那不行 现在正在炒的时候还是硬的 要炖两三个小时 然后放一个晚上 明天早上就可以吃了 然后他就把这个牛肉 放在一个很破旧的那种 小瓦罐里面 在那个小火上咕嘟咕嘟的 我就看着那个牛肉 我非常想吃 但是确实没有熟啊 馋得我直接口水 然后第二天团天饭的时候 我其他的菜都没有动 第一筷子就去直接炸那个牛腩 所以这个菜给我的印象 非常非常的深刻 我个人觉得炖牛腩最理想的状态是 牛肉已经炖得非常软烂了 但是牛筋呢还是软糯又烧带嚼头的状态 这个牛腩我大概炖了两小时二十分钟左右 但是具体的时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控制 想要汤汁浓稠的话呢 可以在后期用大火去收汁 我今天之所以留这么多汤 就是因为想今天晚上吃完以后 明天可以用生的牛腩来煮米粉吃 因为在国外很难买到新鲜米粉 所以用的都是干米粉 但是干米粉的泡发有一定的技巧 这个方法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在那之前我自己泡发干粉 经常会遇到问题 不是韧性太大 就是泡得太过了 煮完以后筷子一挑就全断掉了 他的这个方法 可以最大程度的还原这个米粉的口感 这个牛腩炖出来是比较油的 所以第二天为了煮米粉 在那个牛油凝结以后 我用勺子把大部分的牛油都咬掉了 然后再把那个汤滤出来 但是我留了一小块的牛油 在最后加到这个米粉里去 来给这个米粉提味 我来给这个米粉提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